一字学十个有趣或实用的单子 我们这第三部分 一起讲十个单子 这四个单子 第一个 大部分人可能不认识 但它有趣或者很实用 可是刚好就不知道 这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功夫整理出来的 Ecademic就是一般学术的 或者大学的 学术的或大学 这个字也不难了 可是它不是 不是学术的 也不是大学的学院的 不是 是不实际的 那它怎么来的呢 是有些人他觉得 你念那个 比如说你念电机 念这个生物 念理工 念医学可能有用 可是如果你念文 英文系 法文系还有用一点工具 历史系 一般人我说历史你怎么找工作 什么行政管理是什么东西 或者考古系 有什么用 虽然都文学院的 哲学系 你学哲学干嘛 你怎么找工作 就是常觉得你在大学里面学东西 不实际 当然理工 化学 物理 医学 数学 例外 就一般讲文学院的 所以Ecademic它本身也有文科的意思 就不实际的 Not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based only on possibility 一般是就是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它是建立于这个 只建立在 只是有可能性 但可能性不大 不是基的 which diamond ring do you like more is purely academic because I can't afford to eat one 这也可以念 I can eat 就是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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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石戒指 你喜欢的 你非常喜欢的 但是不切实际 你喜欢 但没用 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你没钱买 但我是你老公 那我也不实际 我买不起 是不实际的 你喜欢这个钻石戒指 不实际的 我知道你喜欢 可是很贵 这个可能要台币十万 你就买个什么五千八千一万的 我们还买得起 喜欢这个十万的 钻石戒指 不实际啊 因为你也没钱嘛 这老婆啊 你是家里主 你也没钱 一定老公买 我没有十万 就算我有十万 我要家用啊 我们要旅游啊 我们家里孩子 小孩学费啊 我们买不起啊 十万买不起啊 不实际的 你喜欢这个是不实际的 而在China 有人说 你是不是打坐纸了 全来中国吗 中国是这个 专有名词吗 应该大写嘛 怎么搞个小写啊 写错啊 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 瓷器 China是中国啊 怎么是瓷器啊 小写瓷器啊 就像Japan 大写是日本 小写是漆漆 Clay of high quality the shape and then heated to make it permanently hard objects may different the earth such as cubs and the place 就是一种黏土啊 因为瓷器啊 淘气都叫黏土嘛 当然黏土不一样啊 就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黏土啊 但是 shape就成型啊 成为什么形状啊 就是加热以后 它会变成永久的 Primand 永久的很硬啊 因为土是软的嘛 土是松的嘛 但是经过这个 这个在 在窑里面 窑里面烧了以后 就变硬了 然后还要上色 图油 还要这个画东西 或写字上去啊 就印了 就变瓷器 或者一些objects 一些物件啊 一些东西啊 就这样做出来的 包括一些瓷器啊 可以做锅碗 这个杯子啦 盘子啦 茶壶啦 这个瓷器 I have some delicate china place 所以不能说 这个写错了 这是应该大写 它可以小写 而我也有一些 非常delicate 就很精致的 形容词delicate 或者我们常常 那个运动戏啊 上面外国人写一个 delicate 表示易碎物品 很精致的易碎物品 我有些很精致的一些 你不要说中国盘子 这是小写啊 不是中国盘子 瓷器 瓷器盘子 吃一般日子 也可以是外国做啊 不一定是中国做啊 state of the art 那是什么意思啊 art是艺术品啊 state是国家 国家艺术品嘛 那state也可以是一种状态 这艺术品状态吗 艺术品的州吗 艺术品的国家吗 看不懂 就最先进的 你猜不到 随便去问一个人 state of art 100个里面99个 不知道 the most advanced 最先进的 哇 这个字看不出来 可是你说 中文讲最先进的 当然 英文可以讲最先进的 有很多字 其中一个state of art 所以你这种字 你用出来 你的老外说 这个英文 这个英文蛮先进的 这个英文蛮道地的 所以这种字 你不知道 可能带点趣味 蛮实用 最先进的 可以用state of art 当然有其他字 可能简单一点 但是用出这种字 大家觉得很道地 we need state of the art military equipment 我们需要一些最先进的 一些军事上的武器 装备 我们需要有 立宗 雷达尘射不到的 这个战斗机 轰炸机 我们需要 夜视镜 我们需要最先进的 一些设备 这个老虎钱 谁都知道 中文谁都知道 老虎钱 那英文怎么讲 一代的 不会不会 老虎钱 我知道英文不会 vice 当老虎钱 不止这个字 这其中一个讲法 就vice 就这么简单 四个字母 很简单vice 哦 这个字很容易 接要很简单 但你不会 advice with two jars that are tightened by a screw 就是呢 就是一个设备 它有两个像 这个 jars 下额 这是比喻的讲法 就是老虎钱 就是两个像X型一样 就像两个下巴一样 就是交互的 可以夹东西 就titan 就是用螺丝 把它拴紧 所以老虎钱 上螺丝 老虎钱很好用 Be careful when you use a vice 当你使用老虎钱的时候 小心一点啊 你不要夹到手指 夹到手指很痛啊 这个字啊 法国字 这个字 而陆瓷这个字 这个字好难啊 但这个字高级啊 就我们去西餐厅 吃这个西餐 西餐是一道一道上来 然后它这个 有这个叉子啊 刀子啊 这比较精致的 高级的餐厅啊 摆了 它分左右两边的啊 左边有叉子 右边有叉子 左边有条根 为什么 就是从外往里面拿 所以很简单 就比如说 左边有五排 右边五排 你搞不清楚啊 就是你从 第一道菜 你就从最外边拿 不管是条根或什么 就从外到内啊 然后呢 它一开始先上个什么 汤品啊 上个汤 或者上开胃菜 一些小菜 弄得很精致啊 用海鲜啊 或者用什么蔬菜啊 用什么一点肉都可以 开胃菜 它不是主菜 就开胃菜 前菜 an appetizer 就是开胃菜 跟这是 h d'oeuvre 它念h d'oeuvre 这因为法文嘛 h不发音 h d'oeuvre o也不发音 h d'oeuvre 所以这是不好念 h d'oeuvre h d'oeuvre 就开胃菜 我前菜法文过来的 d'oeuvre this meal is seasonal vegetables 这个 我们这一餐啊 meal是 就是早餐中餐 午餐 点心不算了 就是主餐啊 就是早午晚餐 参加meal 我们这一餐 比如晚餐啊 我们这个晚餐啊 前菜啊 看胃菜 是seasonal 是季节的蔬菜 这个意思 那 打击乐器 我们也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 打击乐器 怎么讲 不会不会不会 percussion instrument percussion就是撞击啊 用力去撞击 老生当然是percussion 就撞击的乐器 就敲打 我们叫打击乐器 敲打乐器 a musical instrument that struck to produce a sound 就是一个乐器啊 instrument 也可以当乐器 也可以当这个设备啊 这边讲 这个音乐的设备 就是乐器嘛 struck 去敲它 去打它 去制造一些声音出来 就打击嘛 鼓啊 或者是敲那个什么木琴啊 什么一大堆的 drums and elephants percussion instruments 就不是吹 所以乐器很多种啊 一种键盘式的 去弹它 一种像吉他 大小提琴 去拨弦 还有吹的啊 大喇叭 小喇叭 管弦乐器啊 管跟弦 管是吹的 弦是拨弄的 还有打击乐器啊 像drums 鼓啊 跟zellofone 是木琴啊 都是敲打乐器 perfile perfile 它有好几个意思啊 这边是 可以当知名度 我们这边讲知名度 也可以当人物测写啊 就是描写一个人物的简历啊 也可以啊 然后我们这边讲知名度 perfile 你说知名度啊 中文大家都会啊 那英文怎么讲知名度啊 是不是 popularity或什么 可以啊 perfile也可以 我们多写一个单字 demand the public attention and notice that something receives 就是amount的数量啊 这个 这边不是钱的数量 就是 这抽象啊 就是 你受到大众关心的一个程度 我们讲程度啊 我们不要讲数量 程度啊 attention 就是大家注意 你notice 也是注意这两个字 有一些差别啊 但是我们都可以翻译 注意啊 关注 就是你所接受到的关注度 就是知名度嘛 隐心的知名度 你可以写 publicity 也可以讲perfile 所以英文我们常常 一个字 我们不要说只有 只知道一个意思啊 只知道一个字来表达 我们有时候可以多一点 比如说你写文章啊 你可能好几个地方 提到知名度啊 这个字 有时候用publicity 有时候用perfile 有时候用别的字 人家说 你不要老是用一个字啊 枯燥 单调啊 人家说 你的智慧能力很强 这边用这个字 那边用那个字啊 就比较有变化 We need to increase our company's profile in Asia 我们想要增加我们公司在亚洲 亚洲的知名度啊 这边就不能说人物测写啊 人物简历啊 是知名度 Ru这个字 你说有什么好讲的啊 这是统治嘛 管理嘛 但是他加一个R 什么意思 Ruler加一个R 就是尺 直尺 就是尺 一般米达尺 他画线 当动词 这Ru本来也可以当动词 他不是统治啊 不是统治啊 他是画线 make a straight line or something 在一个纸啊 什么东西上面 画一条直的线 通常画线 他不是画曲线 通常是画直的线 He real lines and a piece of paper 不是说他在一张纸上 只是paper是集合名词 不加S的 不加S 那我有两张纸 五张纸 八张纸 一千万张纸 用piece two pieces 那时候叫加S three pieces a piece 所以很多英文词 他是没有 他复数本身 他集合名词 不加S 他用前面 a piece two pieces 他不是说在这个纸上面啊 去管理 去统治一条线 那谁听得懂 画一条线 short handed Handed Handed是手嘛 加个ED 什么意思啊 手的 short是短的 是不是他手很短啊 不是手很短 是人手不足的啊 这两个差多少 手很短 你的手很短 他的手很短 跟人手不足啊 人手也是手嘛 可是不一样 缺工啊 人手不够啊 Logging the huge number workers 就是正常的啊 工人的数目不够啊 我们这个工程 现在需要一百个人 有人请假啊 有人嫌薪水少啊 有人被挖脚 一百个人就只来了八十个 缺二十个啊 我们人手不够啊 三个工员 I don't seek leave today so we are short handed 就有三个 我们的员工 三个人请假 请病假 今天请病假 我们要缺工啊 缺了三个 赶快去找啊 Play center 这个是第二个印记 它不是Play center 是Play center 这胎盘 这一下胎盘的中文 胎盘这个是应该会啊 所以很多英文 很多英文 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是说 这个常用啊 照理说你应该认识 但是你就不认识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是 有趣味性 或者很实用的一些单子 胎盘应该会啊 这就是一大堆人 大部分人就是不会啊 Play center The organ which gives a baby food before it is born 就在小孩出生之前啊 Organ什么意思啊 Organ好几个意思啊 可能是乐器 可能是器官 Organic 又变成有机的啊 就有生命的 就是我们这边 这边是器官啊 不是乐器啊 这器官啊 就是让小孩子 提供他食物啊 在他胎盘嘛 他外面用脊带啊 跟连接啊 跟胎盘连接啊 就是胎盘在里面 有空气啊 有这个养分啊 里面没什么食物嘛 就是有养分 可以吸收养分 所以那个 很多这个外国匹啊 就叫婴儿啊 去游泳 东方人搞不懂啊 就说啊 这么残忍啊 小婴儿什么弄 他没有问题啊 因为为什么 他在子宫里面啊 在胎盘里面 其实很多水分啊 当然 当然也不是全部水 不然会溺死啊 就是小孩子在那个 所以我们叫羊水嘛 这个羊鱼肉那个羊啊 但是子宫里面 胎盘里面 就很多水嘛 他要提供养分 什么东西的 所以小孩子习惯 在怀胎食欲 它里面就是水啊 所以他怕泳池 他不怕 因为他子宫里面 胎盘里面 就很多水 他不怕 所以外国人 他也不是没知识啊 所以这个婴儿啊 你把这个放到水里面 他不怕 他自己会憋气啊 因为他在胎盘里面 他就很熟悉了 所以东方人有时候搞不懂 说怎么那么残忍 他不是残忍 他就会 也没有听过外国妈妈 抱着这个 这个幼儿啊 婴儿啊 教他这个话 当然他会保护他 但是你就把它放到水里 一下子把它拿起来 他也不会怎么样 他自己会憋气啊 这是与生俱来能力 这样 Biblicode Connect the baby to the placenta 就是期待 Biblicode 期待 连接了这个婴儿 跟这个胎盘 所以这 这个一起讲十个字啊 这让大家多认识一下 很实用 或者也许没那么实用 但是有趣的啊 一些一些单字啊 让大家增强英文智慧的能力啊 多长一点知识 多认识 对英文多了解一点 这期讲到这里